第34章质子 85000三体时 约8.6个地球年后 元首下令召开三体世界全体执政观景级会议 这很不寻常 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 两万三体时前 三体舰队起航了 他们只知道目标的大致方向 却不知道它的距离 也许目标处于千万光石之外 甚至在银河系的另一端 面对着前方茫茫的星海 这是一次希望渺茫的远征 执政观会议在聚摆纪念碑下举行 汪茫在阅读这一段资讯时 不由联想到三体游戏中的联合国大会 事实上 聚摆纪念碑是游戏中 少数在三体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事物之一 元首选定这个会址 令大多数与会者迷惑不解 万纪元还没有结束 天边刚刚升起了一轮很小的太阳 随时都可能落下 天气异常寒冷 以至于与会者不得不穿上全封闭的电热服 巨大的金属摆锤 气势磅礴地摆动住 冲击着寒冷的空气 天边的小太阳 把他的影子长长地投射到大地上 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在行走 皱目睽睽之下 元首走上聚摆的基座 搬动了一个红色的开关 转身对执政官们说 我刚刚关闭了聚摆的动力电源 他将在空气阻力下慢慢地停下来 元首为什么这样 一位执政官问 我们都清楚聚摆的历史含义 它是用来对上帝进行催眠的 现在我们知道 上帝醒着对三体文明更有利 他开始保佑我们了众人沉默了 思索住元首这话的含义 在聚摆摆动了三次之后 有人问地球文明回电了 元首点点头 是的 半个三体石前我得到的报告 是回答那条警告资讯的 这么快 现在据警告资讯发出 仅八万多时 这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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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文明距我们仅四万光石 那不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那颗恒星吗 是的 所以我说 上帝在保佑三体文明狂喜 在会场上蔓延开来 但又不能充分表露 像被压抑的火山 元首知道 让这种脆弱的情绪爆发出来 是有害的 于是 他立刻对火山泼了盆冷水 我已经命令三体舰队航向这颗恒星 但事情并不如你们想象的那样乐观 照目前的情况看 舰队是在航向自己的坟墓 元首这话 使执政官们立刻冷静下来 有人明白我的意思吗 元首问 我明白科学执政官说 我们都仔细研究过 第一批收到的地球资讯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的文明史 请看以下事实 人类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 用了十几万地球年时间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 用了几千地球年 而由工业时代到原子时代 只用了二百地球年 之后 仅用了几十个地球年 他们就进入了资讯时代 这个文明 具有可怕的加速净化能力 而在三体世界 已经存在过的 包括我们在内的二百个文明中 没有一个经历过这种加速发展 所有的三体文明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都是匀速甚至减速的 我们世界的各个技术时代 都需要基本相同的漫长的发展时间 援手接着说 现实是 在四百五十万时候 当三体舰队到达地球所在的行星系时 那个文明的技术水准 已在加速发展中远超过我们 三体舰队经过那么漫长的航行 中间还要穿越两条星际尘埃带 很可能只有一半的飞船 到达太阳系 其余地将损失在漫长的航程中 到那时 三体舰队在地球文明面前将不堪一击 我们不是去远征 是去送死 如果真是这样 援手还有更可怕的 军事执政官说 是的 这很容易想到 三体文明的位置已经暴露 为了消除未来的威胁 地球的星际舰队将反攻我们的星星 很可能 在膨胀的太阳把这颗行星吞没之前 三体文明已经被地球人消灭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突然变得如此暗淡 使会场沉默了好久 援手说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遏制地球文明的科学发展 早在收到第一批资讯时 我们就开始制定这方面的计划 现在 实现这些计划出现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我们这次收到的回答资讯 是由地球文明的一个背叛者发出的 那么我们有理由猜测 地球文明的内部存在着相当多的异己力量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力量 援手 谈何容易 我们与地球的联系细弱由私 八万多时才能完成一次应答 也不尽然 同我们一样 地球世界得知外星文明的存在 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将对文明内部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有理由预测 地球文明内部的异己力量将汇集和增长 那它们能做什么呢 进行破坏吗 在长达四万时的时间跨度上 任何传统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的战略意义都不大 都可以得到恢复 在这样长的时间跨度上 要想有效遏制一个文明的发展 解除其武装 办法只有一个 杀死他们的科学 下面 请科学执政官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已经制定的三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代号染色 科学执政官说 利用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副作用 使公众对科学产生恐惧和厌恶 比如我们世界中技术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 想必在地球上也存在 染色计划将充分利用这些因素 第二个计划代号神技 即对地球人进行的超自然力量的展示 这个计划 力图通过一系列的神技 建造一个科学逻辑 无法解释的虚假宇宙 当这种假象持续一定时间后 将有可能使三体文明 在那个世界成为宗教信徒的崇拜对象 在地球的思想界 非科学的思维方式 就会压倒科学思维 进而导致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崩溃 如何产生神技呢 神技之所以成为神技 关键在于它是地球人绝对无法识破的 这可能需要我们向地球一己力量 输入一些高于它们现有水准的技术 这太冒险了 最后谁会用到这些技术 简直是玩火 当然 输入什么层次的技术来产生神技 还有待遇我们进一步研究 请科学执政官停一下 军事执政官站起来说 元首 我想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两个计划对杀死人类的科学 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做总比不做强 科学执政官抢在元首回答前争辩道 也仅此而已 军事执政官不屑地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 染色和神技两个计划 只能对地球科学发展 产生一些干扰 元首对军事执政官说 然后转向所有遇会者 我们需要一个决定性的行动 彻底窒息地球的科学 使其所死在现有水准 在这里 我们需要抓住重点 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发展 而基础科学的基础又在于对物质深层结构的探索 如果这个领域没有进展 科学技术整体上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 其实 这并非只是针对地球文明 也是针对三体文明要征服的所有目标 早在首次收到外星资讯之前 我们就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 近期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各位请看 那是什么 元首直指天空 执政官们向那个方向抬头仰望 看到太空中的一个圆环 在阳光中发出金属的光泽 那不是用于建造第二支太空舰队的船物吗 不是 那是一台正在建造的巨型粒子加速器 建造第二支太空舰队的计划取消了 其资源全部用于质子工程 质子工程 是的 在场的人至少有一半不知道这个计划 我现在请科学执政官把它介绍给大家 我知道这个计划 但没想到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 工业执政官说 文教执政官 我也知道 但感觉那像个神话质子工程 简而言之 就是把一个质子改造成一台超级智慧电脑科学执政官说 作为一个广为流传的科学幻想 这大家都听说过农业执政官说 但要成为现实 还是太突然了些 我知道 物理学家们已经能够操控微观世界十一维结构中的九维 但我们还是无法想象 他们能把一把小镊子伸进至此 在里面搭建大型机体电路吗 当然不行 对微观机体电路的时刻 只能在宏观中进行 而且只能在宏观的二维平面上进行 所以 我们需要将一个质子进行二维展开 把九维结构展开成二维 面积有多大 很大 您会看到的科学执政官微笑著说 时光飞逝 六万个三体石又过去了 在太空中的巨型加速器完全建成后的两万个三体石 对质子的二维展开将要在三体行星的同步轨道上进行 这是一个恒纪元风和日丽的日子 天空十分纯净 同八万个三体石前舰队启航的时候一样 三体世界的人们都在仰望着太空 看住那巨大的圆环 圆首和全体执政官再次来到了聚摆纪念碑下 聚摆早已静止 摆锤如一块稳定的磐石凝固在高大的支架间 看上去很难相信它曾经运动过 科学执政官发出了二维展开的启动命令 太空中 圆环周围有三个立方体 那是为加速器提供能量的聚变发电站 现在 他们那形状像长翅的散热片渐渐发出暗红色的光 科学执政官向元首报告展开正在进行 人们紧张地仰望着太空中的加速器 什么都没有发生 十分之一个三体石后 科学执政官捂住耳机听了一会儿 说 元首 很遗憾 展开失败了 多减了一个维度 目标质子被减成一维一维 一条线 是的 一条无线系的线从理论上计算 它的长度有一点五千光石 哼 军事执政官说 花费了一支太空舰队的资源 就得到这么个结果 这是科学实验 总有个调试的过程 这才是第一次展开实验码 人们带着失望散了 但事情并没有完 本来认为被一维展开的质子 将永远运行在行星的同步轨道上 但由于太阳暴产生的阻力使其减速 一部分异维丝还是落入了大气层 六个三体时候 来到户外的人们发现周围有奇怪的闪光 那些闪光程系丝状 转瞬即逝 出没不定 他们很快从新闻中得知 这是被展开成一维的质子在引力的作用下 飘落到地面上来了 虽然这些异维丝是无线系的 但它的合立场还是能够反射可见光 还是能够被看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 不是由原子构成的物质 它们本身只是一个质子的一小部分 这些东西真讨厌原首不断地用手服脸 此时它正同科学执政官一起 站在政府大厦前宽阔的台阶上 我总是感到脸上痒 原首 这只是您的心理作用 所有伊维丝的品质之和 也就相当于一个质子 所以它们对宏观世界几乎不产生任何作用 当然也没有任何害处 就像不存在一样 但空中落下的伊维丝越来越密 在阳光下 地面附近的空间中充满了细小的闪光 太阳和星辰看上去多围住一圈银色的绒边 外出的人们身上缠满了伊维丝 走动时拖着一片细小闪光 他们回到室内后 伊维丝在灯光下闪亮 只要他们一活动 细丝的反光就在他们周围描绘出 被他们扰动的空气的形状 虽然伊维丝只能在光线下看到 不产生任何处决 但这也够令人心烦意乱的了 伊维丝的暴雨整整下了二十多个三体石材停止 这并非因为细丝都落到地面上 它们的品质虽然令人难以想象的微小 但还是有的 所以在重力下的加速度与普通物体一样 但一进入大气层 就立刻完全受气流控制 永远也不会落下 但在伊维丝展开后 质子内部的强护作用力大大减弱 使得伊维丝的强度不大 渐渐断裂成小段 反射的光肉眼看不见了 人们就感觉它们消失了 伊维丝的尘埃在三体世界的空间中 是永远漂浮着的 五十个三体石后 质子的二维展开第二次进行 这一次地面上的人们很快看到了一照 当聚变发电站的散热片发出红光后 在加速器的位置上 突然出现了几个巨大的物体 都呈很规则的几何形状 有球体 四面体 立方体和锥体等 它们的表面色彩很复杂 细看发现原来是根本没有色彩 几何体的表面都是全反射的镜面 人们看到的只是被映照的 行星表面扭曲的图像 这次成功吗 元首问 这就是被展开成二维的质子 科学执政官回答 元首 这次仍不成功 我得到加速器控制中心的报告 这次少减了一个维度 目标质子被展开成三维巨大的镜面几何体 以很快的速度继续涌现 形状也更加多样化 有环状和立体十字形 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莫比乌丝带的扭环 所有几何体从加速器的位置飘移开去 约半个三体时候 这些几何体布满了大半的天空 像是一个巨人孩子在苍穹中撒了一盒积木 几何体反射的阳光使地面的亮度增加了一倍 且闪烁不定 巨白的影子在这头到地面的天光中时影时现 左右摇摆 按住 所有的几何体开始变形 渐渐失去了规则的形状 像受热融化似的 这种变形愈演愈烈 变化的形状越来越纷乱复杂 现在天空中的东西不再使人联想到积木 更像是一个巨人被肢解后的肢体和内脏 由于形状的不规则 它们散射到地面上的阳光均匀柔和了一些 但其本身表面的色彩却更加怪异和变幻莫测 在布满天空的这些杂乱的三维体中 有一些引起了地面观察者们的特别注意 首先是因为这些三锥体极其相似 在细看时 人们辨认出了它们所表达的东西 一阵巨大的恐怖感席卷整个三体世界 那都是眼睛 我们不知道三体人眼睛的形状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任何智慧生物对眼睛的图像都是十分敏感的 元首是少有的真正保持着镇静的人 他问科学执政观一个微观粒子 内部的结构能复杂到什么程度 那要看从几位视角来观察了 从一位视角看微观粒子 就是常人的感觉 一个点而已 从二维和三维的视角看 粒子开始呈现出内部结构 四维视角的基本粒子 已经是一个宏大的世界了 元首说 宏大这种词用在质子这样的微观物上 我总觉得不可思议 科学执政观没有理会元首 自顾自地说下去 在更高维度上 粒子内部的复杂程度和结构数量急剧上升 我在下面的类比不准确 只是个形象的描述而已 七维视角的基本粒子 其复杂程度 可能已经与三维空间中的三体星系相当 八维视角下 粒子是一个与银河系一样宏大浩渺的存在 当视角达到九维后 一个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数量和复杂程度 已经相当于整个宇宙 至于更高的维度 我们的物理学家还无法探测 其复杂度 我还想象不出来 元首直指太空中那些巨大的眼睛 眼前的事情是不是表明 被展开的质子所包含的微观宇宙中 存在智慧生命 生命这个定义 用在高维度微观宇宙中 怕不合适 更准确些 我们只能说 那个宇宙中存在智慧或智慧 这样的可能 科学家们早已预测到了 那样复杂宏大的一个世界 如果没有演化出 智慧这样的东西 反倒是不正常了 它们为什么变化出眼睛 来看出我们 元首仰望天空 那些太空中的眼睛 是很精致的雕塑 栩栩如生 它们都看住下面的行星 目光似乎很诡异 也许只是想显示自己的存在吧 那些东西都会落到地面上来吗 不会的 请元首放心 即使落下来 与上次一维展开的细丝一样 这些巨大的物体 全部品质之和 也就相当于一个质子而已 不会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任何影响 人们要做的 只是使自己的心理适应这种奇观而已 但这次 科学执政观错了 现在 人们可以觉察到 在布满天空的所有三维体中 眼睛们的移动速度 明显地比别的几何体快 而且它们都在向住同一点汇聚 很快 两个眼睛相遇了 合为一体 合成后的形状仍是眼睛 只是体积增大了 更多的眼睛加入合成体 后者的体积也在迅速增大 最后 所有的眼睛合为一体 这颗眼睛是如此巨大 仿佛代表着整个宇宙在盯着三体世界 它的眸子清澈明亮 中心印着一轮太阳 在广阔的眼瞼上 缤纷的色彩如洪水般滚滚而过 时间不长 巨眼表面的细节开始变淡 渐渐消失了 巨眼变成了一只没有眸子的盲眼 然后 它的形状开始改变 最后完全失去了眼睛的形状 变成一个完美的圆 当这个巨员开始缓缓转动时 人们发现它并不是平面 而是一个抛物面 像从一个巨球上切下的一部分 军事执政官盯着空中 那个缓缓转动的巨物 突然悟出了什么 喊道 援手 快 还有其他人 快进地下眼闭视 他指着上方 踏实 一面反射镜 援手冷静地说 命令太空防御部队立刻摧毁它 我们就在这里看 哪儿也不去反射镜聚焦的阳光 这时已经投射到三体行星上 最初光斑的面积很大 焦点的热量还不具杀伤力 这个光斑在大陆上移动住 寻找着目标 反射镜显然发现了首都这个最大的城市 光斑向这里一来 很快将首都照在它的范围内 聚摆纪念碑下的人们 只看到太空中出现一团巨大的光亮 这光强地掩去了空中其他的一切 与此同时 人们感到了一阵酷热袭来 笼罩首都的大光斑在迅速收缩 这是反射镜在进一步聚焦阳光 太空中的光团亮度持续增强 使人们不能抬头 光斑内的人们则感到热度在急剧增加 就在酷热已不可忍受之时 光斑的边界扫过了聚摆纪念碑 一切都骤然暗了下来 这里的人们花了好一会儿 才是眼睛适应了正常的光亮 他们抬头首先看到的是一根顶天立地的光柱 乘到锥形 太空中的反射镜就是光锥的底部 光锥的头部正刺中首都的中心 使那里的一切都在短时间内变成白痴状态 滚滚的烟柱从那里腾空而起 被光锥的不均匀热量引发的龙卷风 则形成了另外几根接天的沉柱 围绕着光锥扭动舞蹈柱 几团耀眼的火球在反射镜的不同部分出现了 它们的颜色与反射镜发出的光芒不同 是蓝色的 这是三体世界太空防御部队发射的核弹 在目标上爆炸 由于爆炸是在大气层外进行的 听不到声音 当这几团火球熄灭时 反射镜上出现了几个大洞 然后整个镜面开始撕裂 最后破裂成十几块 与此同时 死亡光锥消失了 世界重新回到正常的光亮中 人们一时间觉得一切像月夜般昏暗 那些已失去了智慧的碎块继续变形 很快与太空中其他的几何体 混在一起不分彼此了 下次展开实验会怎么样 援手带着嘲讽的神情 对科学执政官说 会不会把一个质子展开成四围 援手 即使这样也问题不大 四级展开后的质子体积要小很多 如果太空防御部队做好准备 对其在三围空间的投影进行攻击 同样可以摧毁他 你在欺骗元首 军事执政官愤怒地对科学执政官说 你闭口不提真正的危险 如果 质子被灵围展开呢 灵围 元首饶有兴趣地问 那就是一个有大小的点了 是的 起点 一个质子与他相比都是无限大 这个质子的所有品质将包含在这个起点中 它的密度将无限大 元首 您当然能想象出这是什么东西 黑洞 是的 元首 是这样 科学执政官联盟解释道 我们选择质子而不是中子进行二围展开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 万一灵围展开真的出现 质子带有的电荷也会转移到展开后形成的黑洞中 我们就能用电磁力捕捉和控制住它 万一你们根本找不到它或控制不住呢 军事执政官质问道 它就可能降落到地面上来 在途中吸进遇到的一切物质迅速增加品质 然后沉到我们行星的地形中 最后把整个三体世界都吸进去 这事情不会发生 我保证 你干嘛总跟我过不去 我说过 科学实验嘛 够了 元首说 下次的成功率有多大 几乎是百分之百 元首 请相信我 通过这两次失败 我们已经掌握了微观之宏观地位展开的规律 好吧 为了三体文明的生存 这个险必须冒 谢谢元首 但 如果下次还是失败 你 还有参与质子工程的所有科学家 都有罪了 是的 当然 都有罪 如果三体人能出汗的话 科学执政官一定抹了一把冷汗 对同步轨道上三维展开的质子的清理 要比一维展开的质子容易得多 用小型飞船就能把那一团团质子物质 脱离行星镜的空间 避免它们进入大气层 那些像山脉一样的物质几乎没有品质 仿佛是巨大的银色幻影 一个婴儿就能轻松地拖动它们 事后 元首问科学执政官 在这次实验中 我们是不是毁灭了微观宇宙中的一个文明 至少是一个智慧体吧 而且 元首 我们毁灭的是整个微宇宙 那个宇宙在高维度上是很宏大的 可能存在的智慧或文明显然不止一个 只是它们没有机会向宏观世界表现自己而已 当然 在微观尺度的高维空间 智慧和文明的形态是我们绝对无法想象的 它们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还要说明 这种事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哦 在漫长的科学发展史上 物理学家们用加速器撞击过 多少智子 又撞击过多少宗子和电子 可能不下一亿次吧 每一次撞击 对那个微宇宙中的智慧或文明都可能是毁灭性的 其实 即使在大自然中 微宇宙的毁灭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比如智子和宗子的衰变 还有 进入大气层的一数高能宇宙射前 就可能毁灭成千上万个微宇宙 您不会为此多愁善感起来吧 你很幽默 我要马上通知宣传执政官 让他把这个科学事实向全世界反复渲染 让三体人民明白 文明的毁灭 其实是一件在宇宙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再普通不过的事 这有什么意义呢 是让人民能够坦然面对三体文明可能的毁灭吗 不 是让他们坦然面对地球文明的毁灭 你也知道 在我们对地球文明的基本政策公布后 激发起一些极其危险的和平主义情绪 我们现在才发现 三体世界中像1379号监听员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 必须控制和消除这种脆弱的情绪 援手 这种情绪主要是由最近来自地球的新资讯引起的 您的预测实现了 地球上的异己力量果然在发展 他们建立了一个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发射基地 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我们发送大量地球文明的资讯 我得承认 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是很有杀伤力的 对我们的人民来说 那是来自天堂的圣月 地球人的人文思想会使很多三体人走上精神企图 三体文明在地球已经成为一种宗教 而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也有这个可能 已指出了一个巨大的危险 应该严格限制来自地球的资讯流入民间 特别是文化资讯质子二维展开的第三次实验 在三十个三体时候进行 这次是在夜间 从地面上看不到太空中的加速器圆环 只有旁边聚变发电站散热片的红光 标示出它的位置 加速器启动后不久 科学执政官就宣布展开成功 人们仰望夜空 开始什么都没看到 但很快 他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迹象 星空分成了两部分 这两部分中星群的图案是对不上的 仿佛两张星空图片叠在一起 小的那张放在大的上面 银河在两者的边界处被截断 小部分的星空是圆形的 正在正常的星空背景上迅速扩大 那里面的星座是南半球的 文教执政官指着正在扩大的圆形星空说 当人们正在穷尽自己的想象力 试图理解在行星另一面才能看到的星空 是如何叠映到北半球的夜空上时 一个更惊人的景象出现了 在那片扩大中的南半球星空移动的边缘 出现了一个巨大球体的一部分 那个球体呈褐色 正在像一个速度很慢的显示幕上的图像一样 被扫描出来 那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球体 上面清晰地呈现着熟悉的大陆形状 当球体的显示完成后 它已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天空 其表面的细节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褐色的陆地上布满了山脉的褶皱 一片片云层好像是紧贴着大陆的残血 这时才有人说出了一个事实 那是我们的行星 是的 太空中出现了另一个三体世界 紧接住 天色亮了起来 在太空中的第二三体行星旁边 扩大的南半球星空的边界 又扫描出了一轮太阳 这显然是现在正照耀着南半球的那个太阳 但似乎只有它的一半大小 现在 终于有人悟出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一面镜子 这面在三体世界上方出现的巨镜 就是那里正在被展开成二维平面的质子 这是一个没有厚度的真正意义上的几何平面 当二维展开完成时 苍穹已完全被南半球的星空所覆盖 天顶正中就是三体行星和太阳的镜像 紧接住周围地平线一圈的星空开始变形 寻星的图像被拉长扭曲 像融化后流动一般 这种变形正由周边向上发展 元首 质子平面正在我们星球的引力下弯曲 科学执政官说 它接着直指星空中刚刚出现的许多光运 就像有人用晃动的手电筒 照着洞窟的顶 那是从地面发出的电磁辐射 对平面的引力弯曲进行调节 一时的质子平面最后把我们的星球完全包裹起来 之后电磁辐射仍将持续发射 像许多根浮条一样维持住这个大球面的稳定 这样三体行星就成了一个固定二维质子的工作平台 在质子平面上 机体电路的时刻就可以开始了质子的二维平面 对三体行星的包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星空的变形逼近天顶的三体行星映射时 群星从上至下依次消失了 以弯曲到行星另一面的质子平面挡住了星空 这时仍有阳光照进以弯曲成曲面的平面质子内 可以看到三体世界的映射在太空中的宇宙哈哈镜里 已变得面目全非 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后 一切都引入天边的黑暗中 这是三体世界有史以来最黑的夜 在行星的引力和人工电磁辐射的平衡下 质子平面形成了一个半径为同步轨道的大球壳 将行星完全包在球星 严寒降临了 全反射的质子平面将所有阳光反射回太空 三体世界的气温急昼下降 最后降到了曾导致多轮文明毁灭的三颗飞星同现实的程度 三体世界绝大多数公民脱水住存 黑暗笼罩的大地上一片死寂 天空中 只有维持质子巨模的电磁辐射激发的微弱光运在晃动 偶尔还可以看到同步轨道上的极点灯光 那是在巨模上进行机体电路时刻的飞船 微观组成电路的原理与普通机体电路完全不同 因为奇机材不是由原子构成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质子 电路的Pn结是对质子平面局部的强护作用力进行扭击而形成 导线也在传导合力界子的 由于电路平面极大 所以电路的宏观尺寸也很大 线路都有发丝粗细 凑近后用肉眼清晰可变 如果飞进质子平面 就能看到一个由精细复杂的机体电路构成的广阔平原 电路的总面积是其包裹于其中的三体行星陆地面积的几十倍 质子电路时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上千艘飞船工作了15000个三体时才最后完成 软体的调试又用了5000个三体时 终于到了质子第一次试运行的时刻 在处于地下深处的质子控制中心的大萤幕上 当冗长的系统字简程式结束后 接着显示系统的载入过程 最后空白的蓝屏上出现了一行大字 微智慧2.10载入完成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科学执政官说 现在质子诞生了 我们赋予了一个质子智慧 这是我们能够制造的最小的人工智慧体了 可在我们现在看来 它是最大的人工智慧体了 元首说 元首 我们将增加这个质子的维度 它很快会变小地说完 科学执政官在控制终端上输入一句询问 质子一号 空间维度控制功能是否正常 正常 质子一号随时可以启动空间维度控制功能 将维度收缩至三维 这个命令发出后 包裹三体世界的二维质子巨魔迅速收缩 仿佛宇宙中的一只巨手扯开了这个世界的萌布 几乎在一瞬间 阳光普照大地 质子由二维收缩至三维 变成了同步轨道上的一个巨球 看上去有巨月大小 它正处于星球黑夜的一面 但镜面球面反射的阳光使黑夜变成白昼 现在 外部世界仍然处于极度严寒中 控制失踪的人们只能从荧幕上目睹这一切 维度收缩成功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将维度收缩至四维 太空中巨球迅速收缩 最后来上去只有飞星大小 在星球的这一面黑夜重新降临 元首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球体 不是真正的质子 只是骑在三维空间的投影 它是一个四维的巨人 我们的世界是一张三维的保纸 它站在这张纸上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脚底 与纸箱接触的部分维度收缩成功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将维度收缩至六维 太空中的小球消失了 六维的质子有多大 元首问 半径约五十单位把科学执政官回答 维度收缩成功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质子一号 你能看到我们吗 能 我能看到控制室 看到其中的每个人 还能看到每个人的内脏 甚至还能看到你们内脏的内脏 他在说什么 元首惊奇地问 质子从六维空间看三维空间 就像我们看二维平面上的一张画 当然能看到我们的内部质子一号 进入控制室 他能穿透地层吗 元首问 元首不是穿透 而是从高维进入 他可以进入我们世界中任何封闭的空间 这也是三维中的我们和二级平面的关系 我们能轻易从上方进入平面上的一个圆 而平面上的二维生物永远不可能 除非他打破那个圆科学执政官的话音刚落 一个镜面球体便出现在控制室的正中 悬浮在半空中 元首走过去 看住全反射球面上自己变形的映射 这竟是一个质子 他带回惊奇和感叹说 元首 这只是质子的六维实体 在三维空间的投影而已 元首伸出手去 看看科学执政官并没有阻止 就接触了质子的表面 在他的手这轻轻一触之下 质子被退役了一段距离 好像很光滑 他只有一个质子的品质 可我的手上竟有一点阻力感 元首不解地说 空气阻力作用于球体的原因 能让它缩回十一维 变成普通质子大小吗 元首问 他的话音未落 科学执政官惊恐地对质子喊道 注意 这不是指令 质子一号明白 元首 如果缩回十一维 我们就永远失去它了 当质子缩减到普通微观粒子的大小时 它内部的感测器和哀 都界面将小于所有电磁波的波长 这就意味着它无法感知宏观世界 也无法接受我们的指令 可我们最终是要让它恢复为一个微观粒子的 是的 但那要等到质子二号 三号和四号建成 一个以上的质子 能够通过某些量子效应 构成一个感知宏观世界的系统 举个例子 假设一个原子核内部有两个质子 它们相互之间会遵循一定的运动规则 比如自旋 可能两个质子的自旋方向必须是相反的 当这两个质子被从原子核中拆开 不管它们相互之间分离到多大距离 这个规则依然有效 改变其中一个质子的自旋方向 另一个的自旋方向也必然立刻做出相应的改变 当这两个质子都被建造成质子的话 它们之间就会以这种效应为基础 构成一个相互感应的整体 多个质子则可以构成一个感应阵列 这个阵列的尺度可以达到任意大小 可以接收所有频段的电磁波 也就可以感知宏观世界了 当然 构成质子阵列的量子效应是极其复杂的 我这种说明只是个比喻而已 其后三个质子的二维展开都是一次成功 每个质子的建造时间也只有一号的一半 质子二号 三号和四号建成后 四个质子构成的量子感应阵列也顺利建立 元首和全体执政官再次来到了聚摆纪念碑下 在他们上方悬浮着四个已经缩至六维的质子 在每个晶莹的镜面球体中 都各自映出了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 不由让人想起那些曾出现在太空中的三维体眼镜 质子阵列 连续维度收缩至十一维 指令发出后 四个镜面球体消失了 科学执政官说 元首 质子一号和二号将飞向地球 平级柱存住在微观电路中庞大的知识库 质子对空间的性质撂若指掌 它们可以从真空中汲取能量 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高能粒子 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航行 这看起来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质子是从真空结构中借用能量 但归环遥遥无期 要等到质子衰变之时 而那时离宇宙末日也不远了 两个质子到达地球之后 第一个任务就是定位人类用于物理学研究的高能加速器 燃起潜伏于其中 在地球文明的科学水准上 对物质深层结构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 就是用经过加速的高能粒子撞击选定的把镖粒子 当把镖粒子被撞碎后 对结果进行分析 以图找出反映物质深层结构的资讯 在实际的实验中 是用含有把镖粒子的物质作为撞击目标 物质的内部几乎全是空的 如果一个原子有一座剧院那么大 原子核则只是悬浮在剧院中的一个核桃 所以 成功的撞击是十分罕见的 往往在大量的高能粒子 长时间袭击把镖材料后才发生一次 这种试验就像是从夏天的一场大暴雨中 找出颜色稍有不同的一个雨点 这就给了质子一个机会 使它可以代替把镖粒子去接受撞击 由于它具有很高的智慧 通过量子感应阵列 它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精确判断轰击粒子的轨迹 然后移动到适当的位置 所以 对质子撞击的成功率 是对普通把镖粒子的上一倍 当质子被撞击后 它就会有意给出错误和混乱的结果 即使偶尔有对预定把镖粒子正确的撞击发生 地球物理学家们也不可能将正确的结果 从一大堆错误结果中分辨出来 这样 质子不是也被消耗了吗 均是执政观问 不会的 质子已经是组成物质的基本结构 与一般的宏观物质是有本质区别的 它能够被击碎 但不可能被消灭 事实上 当一个质子被击碎成几部分后 就产生了几个质子 而且它们只仍存在着牢固的量子联系 就像你切断一根磁铁 却得到了两根磁铁一样 虽然每个碎片质子的功能 会大大低于原来的整体质子 但在修复软体的指挥下 各个碎片能迅速靠拢 重新组合成一个与撞击前一模一样的整体质子 这个过程是在撞击发生后 碎片质子在高能加速器气泡式或乳胶感光片上显示出错误结果后完成的 只需百万分之一秒又有人问 是否存在这种可能 地球人用某种方法将质子识别出来 然后用一个强电磁场将其捕获 并禁锢起来 质子是带正电荷的 这更不可能了 要识别出质子 就需到人类在物质深层结构研究上的突破 但高能加速器都变成了一堆废体 这种研究又如何进行呢 猎人的眼睛已经先被他要设的猎物抓瞎了 地球人还有一个笨办法 工业执政官说 他们可以建造大量的加速器 超过我们建造质子的速度 那么地球上总有某台加速器中没有质子潜伏 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这是质子计划中最有趣的一点 这个问题使科学执政官兴奋起来 工业执政官先生 您不必担心建造大量的质子 会使三体世界的经济崩溃 我们不必这么做 也许还会再建造几个质子 但不会更多 事实上 有这两个就足够了 因为每个质子在行为上 是多执行序的多执行序 这是古老的串列电脑的一个术语 那时电脑的中央处理器 每一时刻只能运行单一的程式 但由于其速度很快 加上中断的调度 在我们处于低速层面的观察者看来 电脑是在同时运行多个程式 你知道 质子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 地球世界相对于光速而言 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如果质子以这个速度 在地球上不同的加速期间巡回 那么在地球人看来 它就像同时存在于每台加速器中 能够几乎同时在所有加速器中 制造错误的撞击结果 我们计算过 每个质子可以控制 多达一万台次高能加速器 而地球人建造一台这样的加速器 就需要四五年的时间 从经济和资源的角度看 也不可能大量建造 当然 它们可以拉大加速期间的距离 比如说在它们星系的各个行星上建造 这确实能破坏质子的多质行虚操作 但在这样长的时间内 三体世界再造出十个或更多的质子 也不困难 越来越多的质子将在那个行星系中游荡 它们合在一起 也没有细菌的亿万分之一那么大 但却使地球上的物理学家们 永远无法窥见物质深处的命名 地球人对微观维度的控制 将被限制在五微以下 别说是450万时 就是450万亿时 地球文明的科学技术也不会有本质的突破 它们将永远处于原始时代 地球的科学已被彻底锁死 这个锁是如此牢固 凭人类自身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挣脱出来的 真是太妙了 请原谅我以前对质子工程的施禁 军事执政官由衷地说 事实上 地球目前只有三台达到了可能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 所需能及的加速器 质子一号和二号到达地球后 将几乎处于闲置状态 为了充分利用它们的工作能力 除对三台加速器进行干扰外 我们还为质子安排了其他的工作 它们将成为实施神迹计划的主要技术手段 质子能够制造神迹 对地球人而言 是的 大家都知道高能粒子可以使胶片感光 这也是它对原始的加速器显示单个粒子的手段之一 质子在高能态上每穿过一次胶片 就在上面产生一个感光点 它们来回穿过 就可以将这些点连成一排字母或数位 甚至图形 像绣花一样 这个过程速度极快 远快过地球人的相机拍照时 胶片的感光速度 另外 地球人的视网膜与三体人类似 这样高能质子也能用同样的方式 在它们的视网膜上打出字母 数位或图形 如果说以上这些小神迹 能使地球人迷惑和恐惧的话 那下一个巨型神迹 足以把那些虫子科学家吓死 质子能使它们眼中的宇宙背景辐射 发生整体闪烁 这对我们的科学家也很恐惧 怎样做到呢 很简单 我们已经编制了 使质子自行二维展开的软体 展开完成后 用那个巨大的平面包住地球 这个软体还可以使展开后的平面是透明的 但在宇宙背景辐射的波段上 其透明度可以进行调节 当然 质子进行各种维度的展开时 可以显示更宏伟的神迹 相应的软体也在开发中 这些神迹将制造一种 足以将人类科学思想引上企图的氛围 这样 我们可以用神迹计划 对地球世界中物理学以外的科学 形成强有力的遏制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把已有的四个质子 全部发往地球呢 量子感应是超距的 即使四个质子分出宇宙的两端 感应照样可以在瞬间传递 它们构成的量子阵列依然存在 把三号和四号质子留在这里 它们就可以及时接收 位于地球的一号和三号质子 发回的资讯 这样就实现了三体世界 对地球的及时监视 同时 质子阵列也使三体世界 能够与地球文明中的一己分子 进行及时通讯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 元首插话说 我们将通过质子阵列 把三体世界 对地球文明的真实意图 告诉地球人 这就是说 我们将告诉他们 三体舰队将通过 长期禁止地球人生育 使这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是的 这样做有两个可能的结果 其一是使地球人 抛弃一切幻想 决一死战 其二是他们的社会 在绝望和恐惧之中堕落 崩溃 通过对已经收到的 地球文明资讯 进行仔细研究 我们认为 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不知什么时候 出生的太阳 又消失在地平线下 日出变成了日落 三体世界的 又一个乱纪元开始了 就在叶文杰 阅读三体世界的资讯时 作战中心 正在召开另一次重要会议 对被夺取的资讯 进行初步研究 会前 常伟司将军说 请同志们注意 我们的会议现在可能已经在 质子的监视之下了 以后 任何秘密都将不复存在 他说这句话时 周围还是熟悉的一切 拉下的窗帘上 摇曳着夏天的树影 但在所有与会者眼中 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往了 他们感觉到了一双 无所不在的眼睛盯着自己 在这双眼睛下 这个世界已经无处躲藏 这感觉将缠绕他们一生 连他们的子孙后代 也无法逃脱 人类要经过许多年 才能在精神上适应这种处境 就在常伟司说完这句话的三秒钟后 三体世界与地球叛军之外的人类 进行了第一次交流 这以后 他们就中断了与地球三体叛军 蒋灵派的通讯 在所有遇会者的有生之年 三体世界再也没有发来任何资讯 这时 作战中心所有人的眼睛 都看到了那个资讯 就像汪淼看到倒计时一样 资讯只闪现了不到两秒钟 就消失了 但所有人都准确地读出了他的内容 他只有五个字 你们是虫子 第三十五张虫子 看完那些 你一定想到了三年前 因球状闪电研究发现的红原子 那可是你最辉煌的时代 汪淼对丁一说 他们此时正在丁一家 宽敞空旷的客厅中 两人都靠在那张台球桌旁边 是啊 我一直在建立红原子的理论 现在受到了启发 红原子很可能就是普通原子 在低维度的展开 这种展开是由某种 我们不知道的自然力完成的 展开可能发生在宇宙大爆炸后不久 也可能现在仍然时时刻刻都在进行 也许 这个宇宙所有的原子 在漫长的时间里 最后都会展开到低维 我们宇宙的最终结局 是变成低维度原子构成的红宇宙 这也可以看作一个伤的增长过程吧 当时以为 红原子的发现能给物理学带来突破 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丁一说 起身到书房去翻找什么 为什么呢 既然我们可以捕获红原子 难道不能绕开高能加速器 直接从红原子中研究物质的深层结构吗 当初是这么想的 丁一从书房中走出来 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银边相框 现在看来很可笑 它弯腰从脏乱的地板上拾起一个烟头 还是看这个过卤嘴吧 我们说过 它的二维面积展开来有客厅这么大 但要是真的展开了 你能从那个平面上 研究出过卤嘴曾经的三维结构吗 当然不可能 那些三维结构的资讯 在展开时已经消失了 像打碎了的杯子不可能还原 原子在自然状态下的低维度展开 是不可逆的过程 三体科学家的高明之处 在于它们对粒子低维展开的同时 保留了高级结构的资讯 使整个过程成为可逆 而我们要研究物质深层结构 还只能从十一维微观维度开始 也就是说 离不开加速器 打个比方 加速器是我们的算盘和计算尺 只有通过它们 我们才可能发明出电子电脑来 盯一让汪淼看那个相框中的照片 照片上 一名年轻美丽的少校女军官 站在一群孩子们中间 她目光清澈 动人的微笑着 她和孩子们站在一片修剪的 很好的绿草坪上 上面有几只白色的小动物 在它们的后面 有一幢很高大的厂房一样的建筑 墙上画出色彩鲜艳的卡通动物 还有气球 鲜花什么的 在阳东之前认识的 你的生活够丰富的 汪淼看住照片说 她叫凌云 对球状闪电研究和红原子的发现做出过关键性的贡献 可以说 没有她 就没有这个发现 我没有听说过她 是啊 因为一些你同样没听说的事情 不过我一直觉得这对她不公平 她现在在哪 在 在一个地方 或一些地方 哎 她要是现在能出现有多好对丁一奇怪的回答 汪淼没有在意 她对照片上的那个女性也不感兴趣 她把相框还给丁一 一摆手说 无所谓 一切都无所谓了 是啊 一切都无所谓了 丁一把相框在台球桌上端正的摆好 看住她 伸手去够捉脚的一瓶酒 当史强推门进来时 两人已经喝得有八分醉了 他们看到大使后都很兴奋 汪淼站起来 搂住来者的双肩 啊 大使 石警官 丁一则晃晃悠悠地找了个杯子 放到台球桌上 给她倒酒 尼娜的邪招还不如不出 那个资讯 我们看不看 四百多年后的结果都一样 大使在台球桌前坐下来 两眼贼溜溜地看看两人 事情真像你们说的那样 什么都完了 当然 什么都完了 加速器不能用 物质结构不能研究 就什么都完了 那你说呢 技术不还是在进步吗 汪院士他们还搞出了纳米材料 想象一个古代的王国 他们的技术也在进步 能为士兵造出更好的刀啊 剑啊长矛啊 甚至还有可能造出 像机关枪那样连发的弓箭呢 但 大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但如果他们不知道物质是由原子 分子组成的 就永远造不出导弹和卫星 科学水准限制住那丁一拍拍大使的肩 我早就看出来 石警官是个聪明人 就是看住 汪淼接着说 物质深层结构的研究 是其他一切科学基础的基础 如果这个没有进展 什么都是用你的说法 扯淡丁一直指汪淼 汪淼是这辈子还不会闲住 能继续改进刀啊剑啊长矛啊 我他妈的以后干什么 天知道 说着他把一个空酒瓶扔到桌上 捡起台球丢过去砸 这是好事 汪淼举起酒杯说 我们这辈子反正能打发完 今后 陪废和堕落有理由了 我们是虫子 即将灭绝的虫子 哈哈 说得好 丁一也举起酒杯 为虫子钱杯 真没想到世界末日是这么的爽 虫子万岁 质子万岁 末日万岁 大使摇摇头 把面前他那杯酒一口干了 又摇摇头 熊样儿 那你要咋的 丁一用醉眼盯着大使说 你能让我们振作起来 大使站了起来 走 去哪 找振作啊 得了使兄 坐下 和大使扯着两人的胳膊 把他们拽起来 走 不行就把酒拿上下楼后 三人上了大使的车 当车开动时 汪淼大住舌头问去哪 大使回答 我老家 不远车开出了城市 严京市高速向西及时 刚刚进入河北境内 就下了高速公路 大使停下了车 把车里的两人拖出来 丁一和汪淼一下车 午后灿烂的阳光 就令他们眯起了眼 覆盖着麦田的华北大平原 在他们面前扑展开 你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汪淼问 看虫子大使 点上一根斯坦顿上校送的雪茄说 同时用雪茄指指面前的麦田 汪淼和丁一这才发现 田野被厚厚的一层蝗虫覆盖了 每根麦杆上都爬满了好几只 地面上 更多的蝗虫在蠕冻住 看去像是一种粘稠的液体 这地方也有蝗灾了 汪淼赶走田耿一小片地上的蝗虫 坐了下来 像沙尘暴一样 十年前就有了 不过今年最厉害 那又怎么样 大使 什么都无所谓了丁一带着未消的醉意说 我只想请二位 想一个问题 是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技术水准差距大呢 还是蝗虫与咱们人的技术水准差距大 这个问题像一瓶冷水泼在两名罪汉科学家头上 它们盯着面前成堆的蝗虫 表情渐渐凝重起来 两人很快就明白了大使的意思 看看吧 这就是虫子 它们的技术与我们的差距 远大于我们与三体文明的差距 人类竭尽全力消灭它们 用尽各种毒剂 用飞机喷洒 引进和培养它们的天敌 搜寻并毁掉它们的卵 用基因改造使它们绝育 用火烧它们 用水烟它们 每个家庭都有对付它们的灭海灵 每个办公桌下都有像苍蝇派这种 击杀它们的武器 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 现在仍然胜负未定 虫子并没有被灭绝 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 它们的数量也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 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 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 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 太阳被一小片黑云遮住了 在大地上投下一团移动的阴影 这不是普遍的云 是刚刚到来的一大群蝗虫 它们很快开始在附近的田野上降落 三个人沐浴在生命的暴雨之中 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 丁怡和汪淼把手中拎着的两瓶酒 徐徐洒到脚下的华北平原上 这是进虫子的 大使 谢谢你汪淼向大使伸出手去 我也谢谢你丁怡握住了大使的另一只手 我们快回去吧 有好多工作要做呢 汪淼说 第36章尾声 遗址 谁也不相信叶文杰 能够凭着自己的体力 再次登上雷达峰 但他最后还是做到了 一路上没有让别人搀扶 只是在山腰间 已经废弃的港亭中 休息了两次 他在毫不怜惜地 消耗住自己 以不可再生的生命力 得知三体文明的真相后 叶文杰沉默了 很少说话 他只提了一个要求 想回红岸基地遗址看看 当一行人登上山时 雷达峰的峰顶刚刚探出云层 在阴霾的雾气中 航走了一天 现在一下子看到了 在西天灿烂照耀着的太阳 和湛蓝的晴空 真相登陆另一个世界 从峰顶上极目望去 云海在阳光下一片银白 那起伏的形状 仿佛是云下的大兴安岭 某种形而上的抽象再现 人们想象中的废墟并不存在 基地被拆除得十分彻底 封顶只剩下一片荒草 地基和道路都被掩于齐下 看上去只是一片荒野 红暗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 但叶文杰很快发现了一处遗迹 他走到一块高大的岩石边 拨开了上面丛生的藤蔓 露出了斑驳的铁锈 其他人这才发现岩石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金属基作 这是天线的基作叶文杰说 地球文明被外星世界听到的第一声呼唤 就是通过这个基作上的天线发向太阳 在由太阳放大后向整个宇宙转发的 人们在基作旁发现了一块小小的石碑 它几乎被野草完全埋没 上书 红暗基地原址 1968到1987 中国科学院 1989年3月21日 碑是那么小 与其说是为了纪念 更像是为了忘却 叶文杰走到悬崖边 他曾在这里亲手结束了两个军人的生命 他并没有像其他同行的人那样眺望云海 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 在那一片云层下面 有一个叫齐家屯的小村庄 叶文杰的心脏艰难地跳动着 像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 黑雾开始在他的眼前出现 他用尽生命的最后能量坚持着 在一切都没入永恒的黑暗之前 他想再看一次红暗基地的日落 在西方的天际 正在云海中下沉的夕阳仿佛被融化了 太阳的血在云海和天空中弥散开来 映现出一大片壮丽的血红 这是人类的落日 叶文杰轻轻地说 那个名字就睡了 想要晒 很快 你在开